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15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作为亲属参加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 闪干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第五、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座谈会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发表讲话 全面回顾了习仲勋的光辉革命生涯和不朽功勋 对学习继承弘扬习仲勋的高尚品格、革命精神、 优良作风和崇高风范提出了要求 李建国说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光辉战斗的一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诞生 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他的光辉业绩和卓越贡献 深深铭记在我们心中 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今天我们纪念习仲勋同志 就是要学习他始终不渝 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格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基本要求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要学习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 呕心沥血的革命精神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继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 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实践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就是要学习他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和党的群众路线 一生热爱人民 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真正做到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不断夯使党执政新国的牢固根基 就是要学习他始终保持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一生胸怀坦荡 光明磊落的崇高风范 克己奉公 勤政为民 廉洁自律 以优良作风 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李建国表示 我们党 我们国家 我们人民 走过了光辉的历程 党的十八大 开启了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伟大征程 今天 全国各族人民 正满怀信心 接力奋斗 比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实现 先辈们孜孜以求的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梦想 让我们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同心协力 锐意进取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座谈会上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松 国务院副秘书长焦焕成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斌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先后发言 缅怀习仲勋的奋斗历程和丰功伟绩 深切表达对习仲勋的敬仰之情 大家在发言中 回顾了习仲勋早年参加革命 出生入死 转战闪干 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英勇世纪 对他长期主持西北局工作 为夺取西北地区革命胜利 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做出杰出贡献 给予高度评价 追议了他在国务院 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十年 被大家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 做出的重要贡献 赞扬了他主政广东 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 推动广东在全国率先改革开放 做出的重大贡献 高度评价了习仲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 为波乱反正 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 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做出的卓越贡献 以及他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 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做出的极大努力 座谈会由刘延东主持 刘奇宝 赵乐际 栗战书 杜清林 王晨 陈源 出席座谈会 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部分老同志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和习仲勋亲属 生前友好等参加座谈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